COVID-19 儿童疫苗校园接种作业 5月5号在玉里国小展开 校方表示约有4成113名学生接种莫德纳疫苗 校长关心儿童疫苗接种的作业 特别提醒老师留意孩子接种后的健康情形 玉里卫生所主任医师也表示 如果家长担心施打莫德马 可以在月底时会有BNT可以供家长来做选择 小朋友眯着眼睛露出小手臂 而护理师温柔的帮学生施打莫德纳疫苗 这是玉里国小的儿童疫苗校园接种作业 校长说全校施打率将近4成113位学生接种 将近4成 统计大概113个 113位学生施打疫苗 也有宣导一些注意事项 请小朋友多喝水 不要做一些激热运动 卫生所主任医师表示 也有家长担忧孩子施打莫德纳疫苗的副作用 以及反应会比较大 而BNT疫苗大约会在月底 应该可以提供家长选择 担心莫德纳想要打BNT的话 可能会在月底或是在6月初的时候 那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会 以最快的速度再安排施打 所以如果 比较担心莫德纳想要打BNT的家长也不用担心 我们会再安排第二次的施打 华林县6到11岁的国小学童陆续接种莫德纳疫苗 现场会有小儿科医师给家长咨询 家长也可以到校陪伴孩子打针 完成后会在现场观察半小时 儿童接种完疫苗留意孩子的活动力 以及有没有发烧 有以上情况马上就赢 记者高雄双育正采访报道